四十多年的沙卡我也不偷卖 你想等就不想等就OK 我就是那个性格 你好 你带我好 我就带你好 你尊重我就尊重你 不介绍你 顾客是这样 你这样我吃好 哪样我吃好 对不起 我叫一个人 你要吃 你要吃 我吃我的味 我又不是买服务 我是买沙卡 买口呗 买外搭 买我的名气 我又不是买服务的 我说的本的就是实话 你把东西搞尊重 干净实坏 不怕没有人气 谁做的牛 谁做的好 就是这样的 来了自己搬桌子吧 我先把桌子搬出来 你再要几个人就到里面出来 自己弄 自己剪 我就管我自己烤 我都知道根本不用了吧 我只负责烤 他们都知道 这个烤烧饼是不是您独创的烤烧饼 烧饼上面撒韭菜哈 撒葱 那不是韭菜 葱 谁能想到在这个高架桥底下 还隐藏着一家烧烤店 看这个地方啊 不能说是荒无人烟吧 但是过路的人真的是不多 货原甲烧烤 今天咱们去尝一尝 这是烤的什么呀 牛油 牛油 这个是怎么卖的呀 这是十块钱六个 二十块钱七五个 阿姨我看您起的这个名字叫货原甲是吗 嗯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我八年年打货原甲 八年年打货原甲 我老公穿那个衣服卡和卡 别人都安 都安什么了 就安货原甲烧饼 这个他四二二十年 都安货原甲 我就叫货原甲烧饼 就这样来了 第一是回念他 第二都是三次想了 都想得叫货原甲 那我叫母子 我就叫货原甲烧饼 哦 当时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哈 当时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哈 这个那个时候电影政府啊 对 阿姨之前都有谁给您拍过呀 好多媒体 嗯 我说电视团呀 拍摄视频呢 比你比你呀 好多媒体呀 比你比你呀 马化腾来过 八年八年 他们怎么跑到的呢 他是在网站看着我 看着我问你 我们拍摄 我们拍摄也是搞切的 你知道是马化腾来了 还是他在下面拍的那个 他亲自来跟我接见拿钱吧 我不晓得 哦 他说他是马化腾是吧 他打个眼睛提十几万块钱 现金给我 我不晓得 马化腾给你十几万现金 要拍摄你 我拍这个电视剧嘛 哦 夏夜江湖嘛 那拍了没有拍了是吧 拍了 那是阿里巴的 我就是看那个夏夜江湖才知道你的 是的 那确实给你十几万吗 是的 哦 他肯定够钱的 他他拿到钱 他掉这垃圾 他拿到三千 他拿三千垃圾 他当时那时候我就做三十八年 他说你三十八年中的单的 我没有单 他就坚持下去 我坚持下去 我没有单 我坚持下去 还说 他一个都是单身吧 你找个老伴吧 找老伴干什么 我赚把他钱 没两个钱 还赚个兔元品 这也是 你打来帮你去试啊 我要他做 我做不到 他还有个刚才用我的钱 还有你的钱 我赚的钱把他用 他不够钱他用了 我找老伴要干什么 哎呀 我看您这没有个招牌啊 先有个招牌 他们就乱讲 在现在不要招牌了 做不赢了 做不赢了 不要招牌了 他想吃呢 他哪怕都要找到 他不想吃呢 你把招牌放到简单 他都不吃了 满满的烟火气息 哇这个烧饼看着 就挺有食欲的 你只要做得好 哪怕在汉子里面 都有人找你吃 你 这是我做了四十多年的 最好是环境位置 最宽固的位置 我现在他哪个里面 根本一点点小位置 你不能占别人位置 占别人位置 别人都不习惯 基本上一个人呢 我都不想卖 那一个人卖不了 是 他一奶的要吃茶 拿走 那是蛮可能的 我都不做 我家什么特色 我家什么都都是特色 我做四十多年的 什么都是特色 基本上什么都是特色 你会有多少种品种 我有多少种品种 我有 姐姐有 四十个品种 四十个品种 对 关键问题是四十多年 没有一个帮助 也不顾人 也不顾人 看不起别人 我不行 热火我都不行 别人做事我瞧不起 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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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强大 谁都帮不了 要自己强大 对 别人大点出大点回 他看能赚钱 他看能吃肉 没看能来的 对 手痕得起来 不说了 看得不舒服 来这吃烧烤菜单在这边 然后自己把这个拍下来之后 你再拿到那边自己去点菜 阿姨就直接跟顾客坐在一起 点菜 阿姨就直接跟顾客坐在一起 阿姨不认识 他不写字 他都拿符号代替 嗯 他就是他自己知道人要 他自己现中有 他烤这个牛油也跟你赏一点点 行 我们都尝一尝 特色的 特色的 好 我还要吃烤烧饼 烧饼 我给你干 行 干了不过你再加 好的 好的 你瘦的要什么 韭菜玉米 韭菜玉米 行 可以 都可以吗 反正我们四个人就 您看着就给我们点就行 也不要太多 我们有 要赏一点的 我不给我们做的 不买单不错 不许我买单 你这么长年就不容易 我们摆单就必须买 好 叫这 然后我也是住过 比里比里上面看的 哦 这个是 当然是在海外 这个是阿姨收养的狗狗 特别乖 嗯 嗯 试试他们家这个味道咋样 很好吃 确实的 嗯 而且那个奶香牛油 嗯 那你们觉得阿姨是个什么样的人 乃兄乃兄 哈哈哈 真实 嗯 而且我觉得阿姨特别厉害 对她的动作很麻利 对 所以这就是阿姨一般的操作 嗯 我们有时候是凌晨过来 她一天要走 我看那两只狗狗都是您修养的吗 嗯 是流浪狗是吧 她没有人要 我半天这里有吃的 请她了 她也是一条生命呢 对不对 嗯 她又不让我背的 又不让我图的 对不对 就是每天赶着她吃下去 每天我妈吃了 她就在门口等着我 我就带出个牛 这是牛肉 这是多少钱一串 这是四款 四款 为什么 它还不贵 它差二十块 根本都不贵 那猪肉什么多少钱一串 猪肉只两款 猪肉只两款 羊肉也只两款 两款 无花也只四款 韭菜黄瓜都是十块钱份 哦 还有烤黄瓜呢 嗯 武汉烤蔬菜黄瓜 还可以烤好多用的蔬菜 嗯 我们一般都是烤茄子 烤韭菜 对 茄子难得搞 还要散容 对 吃茄子的很少 它蛮慢的 太慢了 来给你下单子 下单子回家了 看你吃什么 吃什么啊 一口气跑完啊 回家啊 一口气点完再是吧 肯定一口气点完 一口气点完再是吧 一口气两口加 后面的人吃不吃 谁拿你下单子 一口气点完 别人都不会让你家 再来人吃什么呢 我看看 他们吃到 生活出来了 那一定的 谢谢 Edgar 这就是 你看 你后面生里 最后面 ואׂ 对 跑着来上菜的 这个是先上的烤鸡爪 还有烤鸡蒸 上面撒的都是这个辣椒 还有自然 才上了这两块 另外的其他还不知道 啥时候能上来 阿姨都是跑着来上菜的 你看着急忙慌 武汉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息的城市 一说起烟火气这个词 怎么能离得了宵夜和烧烤 今天我们来吃的这一家 是一个隐藏在高架桥底下的烧烤摊 一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在想 这像是一个能吃饭的地方吗 这附近没有任何一个的摊 就是饭管 啥都没有 但是呢 就藏在这个高架桥的下面 上面还是那个火车的轨道 有一家烧烤摊叫货源甲 这个就是我要的烧烤 这个是烤的那个鸡爪脆骨肉串 先来尝一下这个肉串 它这个里面好像是有脆骨的 老板娘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阿姨 六十多岁了 这个烧烤它已经开了有四十多年了 一直就是她一个人在这做 其实这个烧烤呢 感觉跟我 今天吃的这个烧烤味道 其实差不多 烧烤嘛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烤的牛油 烤的牛油 烤的牛油 这个是武汉只有您才有吗 这个 上面放的是那个小香葱 是他们这儿的一个特色 上面刷的有酱 然后是小香葱 这个葱只有一面有 这面就没有了 来尝一下这个烤烧饼 这个烧饼应该是他们这儿唯一的一个主食 辣椒和自然 烧饼特别薄 然后烤的焦焦脆脆的 特别干 吃起来有一种吃烤馒头的感觉 确实这个烧饼味道是最好的 我觉得 这顿饭我们从做到这儿 一直等这个阿姨上这个烤串啊 足足是等了两个小时 才吃完 因为人特别多嘛 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烤的就是慢一点 而且阿姨上菜的时候 都是跑着来上菜的 根本就跟你说不到一句话 就又回去了 吃到最后啊 居然让我最中意的 就是这个烤烧饼特别香 阿姨我们多少钱 帅啊 好好 60 你刚才 inici one 那个的是什么骨 脆骨啊 你吃啊 这个呢 这是胆骨呐 刚才我们这么两个 像脆骨也都是做骨头的 一个鸡软骨 一个豬骨头 一个豬软骨 一个豬菜骨 一个鸡软骨 我就说两个骨头嘛 我是酒